校长的故事叫驴德水 三名小学校室内 四人正在思考如何解决学生流失严重这个问题 校长提议发奖学金来激励学生 裴奎山老师对资金来源发表疑问 毕竟学校已经没有多余的资金 周铁南老师赵一的表示 可以把工资拿出来作为奖学金 校长说挪用驴德水的工资就行了 赵一曼老师文言汇报驴德水工资的流向 称这笔钱补贴给科哥老师的日常支出 早就用完了 正说着教室外的驴棚着火了 四人赶尽想办法救火 但最后还是无济于事 一会儿的功夫驴棚就烧成一片火害 校长的女儿佳佳看到驴棚着火 正要把刚打来的水用于灭火 四人见字连忙拦住佳佳 因为这些水灭不了驴棚的火 而且用完的话今晚就没水洗澡了 佳佳对此很是不满 驴棚烧了 自己养的名叫驴德水的驴可没地方睡了 他气急败坏地嚷嚷着 不要把你们虚报驴德水吃空想的事情抖出去 校长喝止住佳佳 为了封住佳佳的口 周铁南送给他一个弹力球 晚上校长收到一封电报 内容是教育局特派员明天要来学校室查工作 要求包含驴德水在内 五位老师都要在场 那家顿时就慌了 一下子乱了阵脚 周铁南觉得干脆和特派员承认 这里根本没有驴德水这个人 校长不同意这么做 一旦坦白事实的话 学校可能就保不住了 四人私赖想去 决定去外面找人来假装驴德水 应付特派员的视察 由于时间紧迫 他们凑合着找了个当地的铜匠 校长和周铁南给铜匠倒水洗澡 张一曼给铜匠理发 接着给铜匠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让他看起来人墨够痒 校长上报驴德水是教英语的 他吩咐张一曼教铜匠说几句英语 铜匠的语言天赋好 学得快 这让校长松了口气 第二天 他怕圆到了 他连连盘问铜匠 校长怕铜匠露出麻角 一再替铜匠挡话 对此他解释为驴德水疲劳失声 教室外 张一曼愉快地唱着歌 裴魁山走过来向张一曼表白 说喜欢他想要娶他 张一曼虽然很感动 但还是拒绝了裴魁山 佳佳着急地跑过来找周铁南 扑着说他的驴不会叫了 周铁南随口建议佳佳 为驴吃点响生伞试试 结果驴吃了响生伞后 真的能出声了 佳佳满心欢喜地对着周铁南大喊 驴德水能说话了 这句话刚好被特派员听见 他会错意 以为说的是驴德水 便让他给自己讲课 铜匠站在讲台上 说了几句昨晚学的英语 特派员叫他讲点有难度的英语 铜匠急了 鸡里呱啦蹦出几句当地方言 看着特派员认真倾听的样子 张一曼察觉他根本不懂英语 于是张一曼暗中让铜匠随便说点当地方言 他在旁边跟读莎士比亚诗歌 这一番操作成功骗过特派员 特派员告知了大家此行的真正目的 一位名将罗斯的美国慈善家 要资助优秀基层教育家 每月三万元资助金 由于其他老师的档案有污点 所以选择了吕德水 校长几人知道真相后金钱眼开 让铜匠配合赵张相拿去给特派员运作 但铜匠很迷信 称赵相会短命 死活不肯赵相 一瞅莫闪之际 张一曼提出用美人气说服铜匠 校长和周铁男没有多说就走出屋子 裴魁山站在张一曼的屋外 听着屋内传出的迷迷之音 愤怒之情抑郁言表 转天他派员走了 铜匠不用再假扮铜匠的水 他和张一曼一一息别后 也走了 转眼过去了两个月 自从宣布给学生发奖学金一来 报名人数飙升 之前的教室做不下那么多人 校长决定用资助金多败两件教室 周铁男和张一曼赞成这一提议 裴魁山却提反对意见 他想要分了资助金 拿走属于自己的义愤 意见不同的几人起了争执 就在这时 教育局的电报又来了 内容是特派员和美国慈善家 罗斯要来见见绿德水 校长看完电报脸色大扁 要知道特派员不会英语 美国人的罗斯肯定会的啊 只要铜匠和罗斯一见面 事情绝对东窗事发 一步未平一步又起 铜匠的媳妇翠花 带着铜匠找上了门 他质问众人究竟是 谁在跟铜匠搞破解 还没等大家回过神 家家就跑来说 特派员马上要到学校了 情况紧急 张一曼承认了自己和铜匠有一腿 翠花勃然大怒 给了张一曼一耳光 铜匠为了保护张一曼 跟翠花闹翻 让他滚蛋 未曾想张一曼非但不领情 反而狠心地说自己不喜欢铜匠 在他眼里铜匠就是个牲口 铜匠听后愣在原地 落寞地跟着翠花回家 特派员和罗斯到了 趁罗斯高原反应昏昏入睡时 特派员告知校长几人 原来罗斯资助了十万元 教育局苛扣了七万元 特派员要求校长几人统一口径 校长几人统一了 等罗斯醒来 大家晃成驴的水去外地出差 随着罗斯执着地表示要在这里等他 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 铜匠回来了 他承诺可以配合大家打发走罗斯 但条件是必须开除张一曼 周铁男帝一个不答应 他撂下狠话 只要敢开除张一曼 自己就把真相全部捅出去 他扮演提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他让大家骂张一曼 直到铜匠解气为止 这话一处 黑灰山率先站了出来 他怨恨张一曼拒绝自己去勾带铜匠 黑灰山对着张一曼破口大骂 骂他人静可服水性言花 张一曼不停扇着耳光走向铜匠 问他这样满意了吗 铜匠的回答是不满意 他让校长剪掉张一曼的头发 张一曼望着镜中的自己 他大受打击心神崩溃 大喊大叫的钻进桌子底下 家家的驴又不叫了 他近来哪响生散 周铁男一窝子火发不出 借着驴骂铜匠师牲口 铜匠记得说要杀驴吃肉 周铁男忍无可忍 说出了铜匠是冒牌货的事实 特派员知道后不以为意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坚持说铜匠就是驴德水 家家跑出去把驴牵走 特派员刚想派人去追 周铁男就堵在门口 特派员便让手下开了枪 好在子弹打偏没有打中周铁男 他吓得屁滚尿流 磕头求特派员饶自己一命 因为驴德水的驴被杀了 特派员和铜匠几人在屋外边吃边聊天 周铁男害怕地躲在杂货间 就在这时 特派员的手下想要欺负一满 周铁男被吓破胆了 在旁边不敢管也不敢吱声 特派员的秘书看到后 反奏了特派员的手下 张一满这才逃过一劫 接连打击下 他刺激过度变得痴痴傻傻 裴回山想把张一满关起来 防止他坏了大事 校长不同意 他告诉张一满 不管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都不许管 好好在屋里做新校服 随后大家为了隐瞒实情 制造了驴的水赶路回来 见罗斯意外去世的假象 罗斯为了表达心中的歉意 准备把一万美元 捐给驴的水的家属 大家不敢让同家的媳妇 催花过来认领 于是让佳佳假扮驴的水的未婚妻 佳佳想要揭发特派员的所作所为 结果被校长拦住了 他怕虚报驴的水吃空想的事情曝光 跪地要求佳佳别说出去 佳佳无奈只好答应下来 葬礼上罗斯问佳佳 是否愿意跟他去美国见酒 佳佳还未来得及回答 铜匠就从棺材中坐起来 他激动地对罗斯说 我愿意 裴回山和周铁南连冒原谎 称死而复生这种事 也不是没发生过 听完两人的解释 罗斯相信驴的水的复活就是奇迹 他想让佳佳和驴的水结婚 一万元就作为贺礼 他扮员担心校长不同意 便把他绑了起来 教堂中 罗斯正在为佳佳和驴的水取行婚礼 张一曼拿着漂亮的花走了进来 关键时刻 崔花上门闹事 抢走了特派员手下的枪 并且开了一枪 吓得大家坐鸟受散 陪回山趁乱抢走一万元 张一曼被人撞倒在地 一把枪正好落在他的面前 佳佳撕掉了结婚证 潇洒离去 罗斯被震惊到不知所措 大呼不可思议 事后佳佳去投奔他在延安的大哥 校长几人被尽了处分 但教育局没有开除他们 校长裴佳山周铁南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决定继续留下来支持农村教育 正当三人在想张一曼去哪里的时候 枪声忽然响起 只留下张一曼为大家做好的心效福 故事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见